这个就是刚刚发现的 这种的话味道极其鲜美 你看把它这个刨开的话 它这里会出像那个鲜血一样 看到没有 hello大家好 我是成全 今天的话我们上山过来这边找一些青台 我们今天天气下雨 我把上山为大家分享的话 那今天过来这边 新早青台的同时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这边的野生菌 这边各种松树林里面 一般会增长出这种松菌 我们这边叫做松菌 等一下我们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已经有吃过 这里有发现 这个 这边的月光 会不吃 事不想 愿你回来 任年少模样 今天过来这边 还是有很多的 今天可以 一杯美美的 冬午餐 一杯半双不过 转转又兜兜 用尽最尽头发 换来寂寂愁 荒凉一梦 荒凉你的模样 请几一声 拂却 你说等不备 我们翻转过海洋 流离半生在路上 夜望月 梦雨在心口上 因为今天下雨开始了 在这里短短几分钟的话 也是拿得这么 这么点 等一下我们 他们继续播放歌 在网上有很多人 就说有的模糊 就是有什么可能吃的 所以的话 上山如果遇到模糊 不认识的模糊的话 就不要采摘了 这个的话 也是在我们这边经常吃的 所以我才敢 这样没有采摘回去 这种生在松树林的 这种病毒的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还有 对于很多网上 那些重古事件 大家会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订阅留言 今天的视频的话 我就分享到时候 下一期见 好